中共新政打擊學區房 導致房價打街 709大抓捕6週年 中國維權律師持續受壓 中共加強監管 中企紛紛暫緩赴美上市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7月8號 歐洲議會以578票贊成 29票反對 73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 通過了一項決議案 要求歐盟制裁侵犯人權和違反國際法的 中共和香港官員 並建議歐盟抵制北京冬奧會 歐洲議會表示 香港《蘋果日報》被迫關閉 資產遭凍結 記者被逮捕是中共再次企圖 通過壓制獨立媒體 騷擾企業 來瓦解香港自由社會 剝奪當地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 決議案譴責中共對《蘋果日報》的迫害 要求制裁林鄭月娥等官員 呼籲歐盟成員國終止與中國大陸 和香港的引渡條約 並建議歐盟委員會 理事會 和成員國的政府代表 還有外交官拒絕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邀請 加勒比海國家海地的總統洛弗內爾·莫伊茲日前遇刺身亡 多名嫌犯已經落網 警方正在追捕幕後的主嫌 7月9號 臺灣外交部對外公布 有11名嫌犯闖入中華民國駐海地使館 之後 落網被捕 目前還不清楚嫌犯犯案之後 為何要選擇逃到臺灣大使館 但莫伊茲總統生前堅守與中華民國的邦交友好 多次拒絕與中共交好 因此事件引發關注 據報導 莫伊茲近來不僅面臨著反對派 要求他下臺的呼聲 還頂著海地商界領袖日益強烈的壓力 他們要求莫伊茲考慮與中共建立關係 不過 這次刺殺案的幕後黑手及其動機 目前還不清楚 海地警方表示嫌犯高達28人 其中26人為格倫比亞籍 另外兩人是海地裔的美籍公民 目前已經拘捕了15名格倫比亞人 2名海地裔的美國人 擊斃了3名格倫比亞人 還有8人在逃 中共從去年開始在雲南中緬邊界 修建鐵絲網隔離牆 據稱是為了防疫 阻止偷渡 日前有網民上傳照片說 瑞麗麗江高離貢山一帶 500公里的隔離牆已經建成 不過 隔離牆似乎難以隔斷中國人的歸國之心 一段視頻顯示 仍然有人攀爬鐵絲網圍牆 翻越國境 同時 中共對從緬甸偷渡回中國的民眾 也採取嚴厲的處罰 有視頻顯示 西雙版納歹族自治州的猛辣 將被抓到的偷越國境回國的民眾 採取文革式的遊街示眾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 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近期 中國多個城市推動學區房改革 宣稱是為了促進教育公平 減少學區房炒作空間 政策公布之後 多地的學區房大跌 有房源掛牌價 一天就降了將近80萬元人民幣 被視為北京最好好學區之一的北京西城區 因當局實施新政房價暴跌 據大陸第一財經7月6號報導 區內一間總面積59.8平方米的房屋 5號晚 報價從人民幣1000萬 直接降到920萬元 一天之內降價80萬 報導說 過去兩天 西城區的部分家長接到通知 去年7月31號以後 購買學區房的家庭 不再對應登記入學的學校 全部以多校畫片方式 在學區或相鄰學區內入學 也就是只能選擇普通學校入學 原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說 中共對名校的投入特別大 使得同一片區的重點和非重點學校 教育水平差異很大 有錢人呢 他就通過我的錢買到這個學區 我這兒的話的子女就能受到一個良好教育 那麼官員呢 可能是通過其他途徑也可以 早在今年4月30號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 談到房市政策時 就要求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 這是學區房問題首次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中被點名 業內人士表示 如果房源與優質學區不再掛鉤 短期內可以預見 這些指標性地區的學區房價格將會明顯下降 北京市民李先生認為 中國人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中共就利用教育資源來收割老百姓 據中共黨媒報導 今年以來 上海 深圳 成都 寧波 合肥等城市 也都出臺了打擊學區房炒作的政策 聲稱施行多效化片 分配名額 教室輪調等促進所謂的基礎教育公平 各地的學區房價也都應聲下跌 其中深圳南山區名為觀海臺的樓盤房源 兩天內報價下調140萬元 就要把這個教育資源和這個房地產就解綁 這一解綁呢 就等於是把前期在這個學區房 投入的這些韭菜們 讓這些人又一步踩空 之前投入的就打水漂了 7月7號 一段視頻顯示 北京市西城區的部分業主們 群體抗議學區房價格極墊 李元華分析說 中共現在以公平教育為名 對教育資源誠心洗牌 背後有巨大的利益可圖 還有一部分名額學校拿去賣錢 也有一部分名額給了官員 李元華認為 中共的新政策擠壓的 只是買學區房的部分有錢人 那些人怎麼進來的 李元華說 表面看他好像是為了教育平等 實質上 他給教育部門無限的腐敗舞弊空間 7月9號 中共打壓維權律師的709大抓捕 6週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 呼籲中共政府釋放那些被拘押或監禁的人 確保他們的家人不受騷擾 並恢復那些被取消律師資格的人的律師身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聲明中 對從2015年7月9號起 受到中共當局不公正拘留、審問和監禁的 300多名律師與人權捍衛者表示敬意 他說 中共政府恐嚇和壓制的 是尋求在中國法律體系內運作 為社會帶來積極改變的人 美國將永遠支持那些 尋求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穩定和繁榮社會的勇士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他們本人和家屬遭遇了非人的虐待 非人的待遇 所以呢 這個群體 他們為整個中華民族所作出的貢獻 我們感到非常的自豪 布林肯的聲明還表示 在事件發生6年後 中共政府繼續對許志勇、丁家錫等法律界人士 進行審前積壓 為709事件當事人辯護的律師 包括李玉涵和余溫生在內 也被取消律師資格並被監禁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過去6年 中國維權律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難 包括他們本人和家屬 幾乎都是在黑暗中度過的 這意味著 中國還沒有建立起的法治 出現了空前的倒退 當年被抓捕的維權律師王宇對自由亞洲電臺說 獲釋至今 心理陰影至今無法消除 每天仍活在被監禁的狀況中 經常被公安國保騷擾 一直無法過正常的生活 王宇律師形容 中國的法律如同花瓶 法治環境的惡化已經讓維權律師難有生存的空間 王全璋律師是709事件被抓的其中一位 也是最後一名被釋放的律師 去年才獲釋的王全璋律師執照被雕銷後 嘗試以公民代理人的方式 為拆遷戶求助者提供法律支援 他感嘆 維權律師的工作比以前更難了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 王全璋在北京的居所於2015年8月5號被公安搜查 當局以尋釁滋事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把他羈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不讓家屬和律師與他見面 隨著這個709律師被抓 第一波律師被抓 以及之後的這個演變來看 越來越多的這個違尋人士 藝人士 包括這個律師之後被抓的話 這個家族都很難聘請到自己的律師來為自己的這個親人 提供這個辯護 從這樣的一個變化的一個軌跡來看的話 原大陸維權律師吳紹平表示 709大抓捕事件後 中共當局陸續出臺了各種法律法規 然而這些所謂的法律都是建立恐懼的工具 來打壓民眾 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法治的一個方武的一種狀態 它雖然出來了很多的這種法律法規 但是這些法律法規 很多都是惡法 白建平認為 未來中國的法治更不樂觀 中國現在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共產黨它這個左鍊 它這個捆綁必須是越來越緊 因為它作惡太多了 一旦任何時候稍有鬆懈 它就一定會土奔瓦解 所以它現在只能加緊它的極權專制統治 2015年7月9號開始 中共針對維權律師以及家人 律師事務所人員 及維權人士展開跨省拘捕 被稱為709大抓捕事件 當時有超過300人受到牽連 有些人遭受酷刑並被判刑 更多人被吊銷律師證 網友表示 牆內封鎖太嚴重了 當時壓根不知道這回事 網友感嘆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 中國的人權就永遠得不到保障 中共加強監管 中企紛紛暫緩赴美上市 中共加強監管境外上市企業後 一些中國企業陸續擱置赴美國上市的計畫 有消息顯示 網信辦證監會正在修改規則 牢牢掌控中企出海的主動權 中國最受歡迎的健身應用程式KEEP 上週取消了在美國申請首次公開發行IPO的計畫 中國醫療數據公司零克科技 目前也擱置了在美國上市的計畫 中企紛紛暫緩赴美上市 背景是中共加強監管境外上市企業 中國互聯網巨頭滴滴出行6月底在紐交所上市 雖然這是過去七年來 中國企業在美國最大規模IPO 但在美國紐約掛牌僅兩天後 滴滴出行立刻遭到中共啟動網絡安全審查 7月6號 滴滴全球股價一度暴跌超過25% 而中概股也全線下挫 中共國務院7月6號發布通知表示 要加強監管中概股 並將修改中國企業赴境外上市的相關規定 此外 中共證監會也將成立一個專門機構 審查中企到海外上市的計畫 牢牢掌控中企出海的主動權 此外 網信辦也晉升成為新的證券監管機構 《華爾街日報》8號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網信辦向習近平的中央領導小組彙報工作 並在加強對海外上市公司的監管中負責跨機構協調 以及在收緊未來海外上市規則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滴滴每年在中國有3.77億活躍用戶 其中有可能包括政府部門或其他身份敏感的用戶 但是中共如此突如其來的加強監管 只為牢牢掌控中企出海的主動權 被認為還沒有說出口原因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網信辦正在與中共證監會和其他部委合作 修訂長期以來的可變利益實體結構 簡稱VIE 過去許多中國科技巨頭 包括阿里巴巴 騰訊和滴滴 首次在海外出售股票時都使用VIE 它們在開曼群島或維爾京群島等 部署於中共司法管轄範圍的離岸避稅天堂註冊 不必受到中共的監管審視和嚴格的IPO審查 還能將國內公司利潤轉移到離岸實體 並由外國投資者擁有股份 路透社引述兩名消息來源說 根據新的程序 凡是準備到海外上市的企業 都必須得到中共相關監管部委的批准 即便在中共重整監管放行之後 這次滴滴出行事件 也給中概股在國際市場留下了相當負面的印象 是中國投資者的大出血 所以現在對中國概念股下面還是大了 拋售嘛 市值蒸發了8000多億美元 西方世界不願意讓中國的這些概念股 再到它資本市場來上市 它最後就是吸引外資會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中共對中國企業的介入在國際金融市場也不被認可 美國總統拜登頒布新行政令 禁止在國內投資與中共軍方有關的公司 隨後 標普道瓊指數表示 將在8月2號刪除25家中國公司 而富士羅素將在7月28號再刪除20家中國公司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廣西南寧維權人士李彥均 因關注被監獄迫害致死的郭鴻偉案 並建立追究真相的微信群 被以尋釁滋事罪拘留12天 7月7號欺瞞獲釋 關押期間 李彥均一直絕食抗爭 吉林省德惠市法輪功學員呂興華 21年前被德惠市公安局看守所迫害致死 消息最近才被外界知曉 據明慧網報導 呂興華原本是德惠市朝陽鄉元林子大隊的婦女主任 德惠市人大代表 優秀工作者 2000年3月3號緊急被法輪功上訪 被當地公安強行抓回 3月6號被非法關進看守所 8號被野蠻灌食致傷 9號晚間寒冤去世 年僅35歲 甘肅基督徒龍克海因長期在推特、臉書、微信上 轉發真編實筆的文字和圖片等被判刑入獄 去年9月才獲釋 今年7月6號 他又被甘肅揮獻國保警察 已散布謠言 故意擾亂公共秩序傳喚 並出以行政拘留10天 江蘇岩城被暴力逼遷致殘的朱曉晉 7月8號駕電動輪椅前往大興區政府含冤 要求解決人身傷害賠償 支付當下急需的藥品等費用 結果被文控人員拆除輪椅電瓶 行動不得 在全球汽車產業面臨著嚴重缺芯問題之際 中國企業文太科技傳出 將完成對英國最大芯片廠的收購案 這引起了英國保守派議員的大聲疾呼 此交易案涉國安問題 而英國政府也承諾會進行審查 中國文太科技旗下的荷蘭半導體公司 安氏半導體5號證實 正計劃收購英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紐波特芯片製造公司 交易細節沒有公開 但消息人士指稱 交易價值約6300萬英鎊 約折合8700萬美元 弗雷斯特諮詢公司副總裁歐當諾認為 紐波特的收購價格過低 還不及德州儀器事前以9億美元 收購美光猶他州12寸芯片廠 即使是較舊技術 這比交易也便宜得離譜 英國政府中國研究團隊領導人 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圖根·阿特 對於這起收購案沒有依據4月提出的 國家安全和投資法案進行審查感到震驚 消息人士指出 紐波特還有幾筆債務尚未償還 包括匯豐銀行的2000萬英鎊和威爾士政府的1800萬英鎊 而這些債務將在出售後得到償還 英國商務部長夸騰此前曾表示 政府正在密切關注情勢 但認為目前不適合出手干預 時事評論員秦鵬分析 英國政府默許中資企業收購 可能有三個原因 紐波特是一家位於南威爾市的芯片工廠 擁有450名員工 生產的8英寸芯片雖然需求仍很大 但在國際半導體工業中遺書老科技 目前世界領先廠家正從12英寸向18英寸技術過渡 其中 臺灣和韓國佔據全球12寸芯片產量的近6成 前華為南京研究所工程師金淳認為 汽車芯片對於目前熱門的電動車產業佔有關鍵領域 還可以用於太空科技和軍事工廠的工廠 汽車芯片並非低科技 它除了納米數比較高一點以外 它所採用的各種材料工藝 比如說碳化錫等材料 都是目前中共所不具備的技術 所以說它收購這些公司的話 就會改善中共在材料工藝 芯片軟件設計方面的一些短板 文態科技稍早公開的訊息顯示 文態科技與子公司韓式半導體 正在加速擴張半導體產能 尤其是汽車半導體嚴重短缺 在這一波缺芯潮中 8英寸長短缺尤為嚴重 是其收購紐波特的主因 金淳提醒 中國企業的收購案 並非單純的商業交易 背後都有中共政府的影子 因為如果留了一個技術的口子給中共的話 那麼它一定會幹更多的壞事兒 英國媒體近日紛紛報導此案 在強大的關注壓力下 英國首相約安遜週三表示 將對中資企業收購一案進行安全審查 圖根哈特議員對此結果表示歡迎 今年3月 義大利總理德拉吉政府 動用黃金權力駁回了中資企業 對米蘭一家半導體公司的收購案 加深了各界對英國政府 後續審查動作的關注 大陸民眾說 瞭解中共的真相之後 覺得退黨是對自己生命負責任的行為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化名幸福平順的民眾說 退出一個邪教黑幫組織 就像洗去身上的污點 這是一件明智和對自己生命負責任的行為 而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邪惡的組織 我們聲明退出這個邪惡組織 做一個乾淨清白的人 雲南的浩陽說 瞭解共匪真相 不想與該惡魔化身的組織有任何的瓜葛 中共就是一個獨裁和黑手黨體制結合的怪物 呼籲全球民主人士團結起來 打倒中共這個共產主義惡魔 中國人民不需要中共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與自由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